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台南在地社群振兴帮成立的社会企业朱氏振兴 与来自北部的团队导作、草率计合作 集结全台34家特色摊商 临起三天在无员工会堂举办收费市集 道上正好有草 民众不仅可以搭公车逛市集 看展、听音乐 也可以走访新美街、振兴街 林百货及水仙宫市场 希望在台南产生一种上的循环 也让游客习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思考台南旧城区是否真的需要捷运 道上正好有草的市集摊商来自全台各地 一进入会场就可以看到一颗由蕨类组成的巨球 象征绿意盎然、生气蓬勃的地球 各摊位以竹子搭乘 种类涵盖工艺 古物、饮食等 全美戏院的首会看板画师 颜振发及学生也参与活动 三天市集期间 每天都有音乐表演 演出者包括谢明佑 小提琴家 音乐DJ等 均是台南人 台南洞桥迈的日级业者 也将现场演奏三位线 另外还有草率计配合空间 以创意、实验的测诊方式 占出一处图书独立出版品 朱氏正兴董事长高耀威表示 每场市场除了摊商 还有许多辛苦的幕后的工作 收费是为了让市集办得更好 参加的民众可以凭票免费搭乘公车 路线从台南火车站到 无员工会堂、新美街、正兴街、蜗牛巷、水仙工市场、林百货 希望能将分散各地的游客接到市集会场 也将游客从市集送到其他台南的景点 为台南带来善的循环 高耀威说 许多游客觉得台南的大众运输系统不方便 此次活动透过民间包车的方式 也希望让游客习惯搭公车游台南 透过民间巴士 旧城区可以不用兴建轻轨接运 为了减少垃圾产生 现场有杯子出租 用行动爱护环境 而即使市集结束后 6月底之前 门票还可以在全台47家店家享有优惠 甚至鹏湖二侃也有店家相应 高耀威表示 希望活动在结束后 仍然可以持续在台南产生影响力 少许多游客 5日 3月3日 感谢观看